大家好,如目标题所示,我已经退役了,因为自从一周年开完岛后,其实每天还是需要一套药物来支撑每一天的生活,而且药性也越来越大,所以为了自己的健康着效,不得不提早结束生涯。 她曾经被誉为天才少女,她曾被大家期望是马来西亚在奥运会女单最有机会摸牌的球员,然而在2021年9月13号,她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宣布正式退役。 吴景维出生于2000年1月30号,来自槟城大三角的他,在6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于毛球,7岁开始和成年人过招,并在同一年第一次参加比赛就夺得冠军。 2013年,在夺得吉隆坡青年赛冠军后,并取得大马全国大奖总决赛的资格,也因此直接获得越级,挑战国家成年队的老大姐。 当年只有13岁的她,开始受到国内的媒体关注。 同年,13岁的她就已经代表马来西亚出战曼谷世界宇球青年锦标赛,成为了历年来最年轻的参赛选手。 此刻的她也开始获得国外语种的关注,甚至就连新加坡政府, 也开出加入国家队和大学奖学金等丰厚条件来招纳她。 根据吴锦维的母亲洛美兴表示,其实当时她和吴锦维的爸爸已经口头上答应了新加坡语种的条件, 但最终没有成行是因为考虑到女儿的意愿。 原来,吴锦维曾经私下向妈妈表示,如果让她穿上新加坡球衣比赛的话,她会感觉很不自然。 再加上母亲也不舍得年幼的她就离家那么远,也因此这样,最终拒绝了对方的现意。 好让这名充满天赋的天才少女最终得已录在马来西亚。 2014年,吴锦维正式获得大马语种的征召,加入了国家队。 经过一年的国家队的洗礼之后,2015年成为了吴锦维丰收的一年。 她先是在2月的吉隆坡公开赛夺冠,赢得自己的首个国内公开赛冠军。 在成为最年轻国内公开赛冠军之后,她也在6月份的新加坡动运会协助大马女团夺得银牌,而自己则收获个人赛女团的铜牌。 9月份,吴锦维优先后夺得比利时羽球国际赛和越南羽球国际系列赛的冠军,实现了自己国际成年赛的冠军。 在11月的秘鲁世青赛,她在决赛内战中战胜了自己的世界李莹莹,成为了大马史上首个世青赛的女单冠军。 至此,职业生涯攀升到了新的高度。 虽然是5岁就享受着功成名就,但吴锦维坦言,这一切都是用牺牲了不少东西所换来的。 一般是5岁的青少年的日常生活,除了读书之外,还有各种的消遣和玩乐活动。 但吴锦维却必须在凌晨10分就摸黑起床,7点就必须到训练场训练至早上9点半。 在训练完毕后,就必须马不停蹄地赶往学校上课。 下午放学后,吴锦维又和国家队成员一起训练至傍晚6时才结束。 回家后吃完晚餐,做完空课之后,又到了睡觉的时间。 这样年复一热的枯燥生活,让他无法和其他青少年那样可以有多一点自己的私人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 然而他却毫无厌远。 继续坚持自己选择的这条路,只希望自己的努力可以换来更好的成绩,来弥补心中的一些遗憾。 2016年,才16岁的他就已经开始和世界顶尖的女单选手过招。 在优伯杯,就已经出任第一单打的他,甚至能够和童年的奥运冠军马林拼进三级才徐败。 2017年,主场出战东运会的吴锦维,先是在女子团体赛夺得银牌。 之后在女子单打决赛中,击败了自己的队友谢苏雅而夺得了东运会女子单打的金牌。 2018年,18岁的他代表了马来西亚参加了青年奥林匹克运动会。 最终在女单决赛中击败了中国选手,并获得马来西亚历史上首眉青年奥运会女单金牌。 同年,他又再一次地拿下四星赛的冠军。 此时此刻,全马的人民都在同情证明天才少女的未来是多么的无可限量。 就当大家都认为他即将平步青云,踏入职业生涯的另一个高度的时候, 他却突然得到了一种怪病。 长时间面对肠胃问题的他却一直找不到病因。 到最后,他不得不接受隔肠手术。 也因为这场怪病和手术,让他不但错过了2019年的冬运会, 甚至2020年的冬町奥运会也赶不上了。 在2020年,世界排名已经跌至百名以外的他, 在亚洲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复出,并获得了季军。 在那之后,因为疫情的关系,也打乱了他重新触发的脚步。 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一战,就是最近的西班牙羽毛球国际赛。 他在决赛中补抵自己的队友而获得了押金。 本以为他会是与总2024年巴黎奥运会重点培养的球员之一。 在最近苏迪曼杯和尤博杯的参赛名单公布之后, 他先是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安喻自己的不满, 之后隔一天,便宣布了正式退役。 虽然实际的原因,我们外人并不能真正的了解实情, 不过从他所说的梦境来判断, 这段时间,他依然继续坚持训练, 就是为了参加苏迪曼杯。 然而最后,自己却从社交媒体上得知自己并不在名单上, 也因为这样让他更果断地宣布退役。 上品一直以来都是运动员最大的对手, 按照吴景威在影片里所说的情况, 每天服用超标的药量除了无法让他重回巅峰之外, 甚至还会赔上了自己的健康。 毕竟,没有什么东西比健康来得更重要。 只是让人觉得非常的惋惜, 马来西亚难得冒出天才横溢的超级猩猩, 在正式要起飞的年龄却被迫退下。 在此,祝福吴景威在未来的路上能更健康和找到自己的梦想继续追寻。 你是否也有些祝福的话想要对他说呢? 欢迎留言和我们分享。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请你按个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支影片见,拜拜。